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辰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今天加強股價指數 目前盤中下跌的將近100點左右 甚至早盤一度跌的超過100點以上 當然會出現這樣的回測 這也是理所當然 因為我們在前兩天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聊過 我說台股出現了 技術面的一個反轉的訊號 就是高檔背離走勢 當我的指數開始過高的時候 可是我的指標 它反而沒有創新高 那就技術面的角度來講 這叫做過高的背離 背離哪一回操盤守之最大警訊 所以你來到這個位階 它自然要來去做一個過熱的修正 但是回檔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害怕 為什麼會產生背離 因為整個市場的氣氛 它是樂觀的 整個資金的量能 它是強勢的 所以它樂觀它強勢 它才會產生一個背離的訊號 只是說我們在操作上 不要在那種背離斷的時候 不要在那種已經大漲的過程當中 跑去做追價的動作 如果說你追在相對高檔區 很有可能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在做修正的同時 你就怎樣 被迫停損 要去做一個出場 這就會非常非常的可惜 因為就整個指數的角度來講 我們第一個階段上漲的 叫做出身段的行情 所以整個10月份到11月份 其實我們可以 這個位階點上面 都還叫做出身段而已 那你出身段走完之後 你還要有一個主身段的機會 那你接下來主身段的回測波當中 你只要度過這個回測 未來會有很多的個股 它要開始反映它的價值 那前提在於說你要挑選對 所以我是跟大家談說 我在操作上 我非常重視風險的控管 好的股票要買在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甚至在選股方面 要選擇這種業績成長股價 還在低檔的機會 或許你現在對這些股票 還不是很熟悉 但是等到市場上 大家開始發現到它的時候 開始了解到它的好 大家一窩蜂的來去做一個 瘋牆的動作 股價就自然上來了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跟大家聊的 操作理念 控制風險 保住你的獲利 兩相權衡之下 你自然可以取得一個 長期而且穩健的報酬率 所以我說今天指數回來很好啊 有一些個股你可以測試 它到底是真的強還是假的強 比如像說6109的亞元有沒有 你看今天亞元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來到20.2元對不對 那這一波這個禮拜以來 它其實它的漲幅啊 這兩天其實已經超過了多少了 超過了兩成以上的幅度啊 但是我沒有叫你今天跑去做追價喔 因為真的該買的地方 它是在相對低檔的位階對不對 你看喔 像它在漲之前 是不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橫盤整理 那你在橫盤整理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到它 後面漲上來的時候咧 你自然可以賺得到錢嘛 對不對 那你就不用去追股票啦 那你沒有追股票的時候 你自然怎樣 你可以避開一些高檔的風險 這就是金流戰法 它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當時在買它 在11月29號那一天 同樣喔 在節目上面 我就已經跟大家直接講明了嘛 我說這檔股票很特別 你千萬不要小看它 那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不是在它股價上漲的問題喔 而是在它成交量 出現了一些變化對不對 那金流比從原本的500 跳升到250 每一次大量的資金 一旦進來有沒有 股價就上來 然後呢 我這邊在做整理的時候 量就縮了嘛 然後每次大量的資金進來 股價就怎樣 就上來 後面修正呢 量就縮掉了 那代表什麼意思 它在洗盤嘛 人在洗盤 那為什麼它要洗盤 它希望把一些不安定的福額 通通請出去 你今天你對這檔股票 不夠了解的人 麻煩你出去 你對這支股票沒有信心的人 麻煩你出場 當這些人全部都退出去之後呢 自然就會有大資金 大部隊的來去做切入嘛 所以這才會造成就是說 你這邊大量的資金再買有沒有 後面量縮回來 繼續漲上來啊 這就是大買之後的回撤坡嘛 所以你要買在它回撤的時候 那我就講啊 11月29號那天 就是最好的買點嘛 當你的買點來了 它雖然沒有漲喔 它那天小漲不到3%喔 但是我說這個是很好切入的機會 強勢股拉回正在買房 你的買點是對的 到12月1號亮燈漲停第一根啊 對不對 這樣上來創新高才有錢可以賺嘛 那最好的買點在哪裡 這個位階有沒有 大家都不知道它會漲的時候 你已經先做好卡位了 後面漲停上來 你自然就怎樣 就賺錢了嘛 然後呢 你以為漲這樣就結束了嗎 還沒有 隔天12月2號 它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 兩天漲了17%嘛 12月5號就昨天而已 第二根亮燈漲停 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這樣漲上來怎樣 已經漲幅高達20%了 那最好的買點 就是在它沒有人發現到它的時候啊 對不對 這樣子漲上來 你在第一檔去做教 賺的錢才是最多的嘛 所以你看喔 像今天即使大盤 疊了100多點 對它來講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啊對不對 那同樣的啊 你說我們在第一檔下去做切入的 你來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可以做什麼樣的動作 我今天不告訴你 我之後再跟你說 所以這叫做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嘛 你第一檔有做佈局的 你自然 自然你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有賺錢 你有獲利 你要去做調整 你要去做獲利了結 你要續爆 都很方便啊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因為追價的關係 假設你追錯一檔股票 剛好追在那個相對高檔去 那可能在大盤震盪回檔的過程 啊受不了啦 那你受不了的時候 或許它是一檔好股票喔 但是可能在震盪期盤就怎樣 就投降了 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喔 所以挑選股票是一件很重要的 一個步驟 但是挑選股票 其實你要選擇的 還是這種業績成長股價在抵擋的 雖然你現在很看不起它 就像我在買雅元的時候 大家看不起它嗎 不知道它是做什麼的 可是我說它就是業績成長 它就是怎樣 股價在抵擋 你的條件符合 加上有金流的價值 後面自然會成為一檔標股 那你的買點是對的 你才能夠控制風險 你才能享受報酬嘛 同樣的喔 我也不只是告訴你雅元而已啊 包括這種中砂 我當時在買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 老實金都高票會去嗎 它又不是軍工股 它又不是監控股 那為什麼這檔股票老是要買 今天也是一樣啊 我們同樣的模式複製下來對不對 我說第一件事情 量比價先行嘛 公司賺錢有人先知道 先知道就先買股票 先買股票量價關係 就產生訊號了 尤其是量它會先動啊 價可以做 可是量呢 一定要用錢去買 所以呢一檔股票 它開始爆出大量的時候 尤其在低檔爆大量 這背後一定有它的故事存在 亞元是不是後面有它的故事 這個後面你自己再去新聞報紙 你再去看它的故事就好了 這我就不多說了 可是像中砂 你就看喔 這一根大量長紅棒出來對不對 我說大量長紅棒出來 你不要去做追加 因為呢這種股票它一定會洗 越好的股票它洗得越大力 所以當你大量長紅棒出來 它是不是開始做洗盤 那你洗盤回到月均線的支撐 當時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股票你要買 因爲什麼量是縮的嘛 大漲會攻量能縮下來 它就怎樣回撤啊 那你回撤到月均線的附近 金流比從350 跳升到前70 重點是周轉率拉升到9% 誰在偷買 這一定有人在做啊 如果沒有人買的話 它怎麼會爆出那根大量 如果沒有人要做它 為什麼它要去做一個洗盤 背後都有原因 它都有目的 在股票市場裡面 沒有一個人是慈善家 就連巴菲特也是一樣 他可以賺的錢拿去做慈善 可是呢 他不可能在股票市場裡面 做一個慈善事業啦 所以這背後一定有它的目的 那你要看清楚它的目的嘛 所以我說好股票拉回站在買房 11月30號 它沒有漲的時候 先下去做切入 強勢股回檔切 12月5號亮燈漲停買 恭喜會員 這樣子上來不就創新高了 又是一檔低買 創新高亮燈漲停的股票 那真的該買的位階點上面 是大漲的時候嗎 No No 是在它回撤的時候 在它還沒有漲之前 就要發現到它會漲啊 這才叫做一個操盤手的實力 對不對 證明給你看了啊 我也沒有每天告訴你 什麼股票漲停板 每天跟你講10檔白檔 有漲的就算績效吧 我當時在11月22號 每天就是告訴你 要買中砂 中砂很不錯 而且呢 它未來的成長動能很強 那同樣的 你今天遇到大盤的回檔的時候 1560中砂一樣 今天再創新高來到134啊 對不對 那你低檔在這個位階點下去做布局的 不就越線嗎對不對 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空間自然就拉出來了 那你可以用比較少的風險 去換到比較大的報酬 這個你要不要做啊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 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不是每一檔低檔的標的你都能買 你要了解它未來的成長動能在哪裡 你要了解一家公司它的基本面在哪裡 像這個位階點上面 它就是被低估啊 我說這太便宜了嘛 那你這麼便宜 你的股價又有人在做洗盤 你的籌碼越來越穩定 後面噴上去時間上的問題而已啊 反過來咧 為什麼有一些個股一樣在低檔 老師不買 比如像說2609陽明啊 這個有沒有很低 這也超低的啊 可是為什麼我不買 2603的長榮這也很低啊 那為什麼老師不買 老師要去買中砂 老師要去買亞元 因為這些股票沒有金流嘛 那些鉤票沒有人在做啊 那你沒有人在做 你就算你的EPS再高 你未來這個遠景再怎麼 再怎麼想像的 再怎麼偉大都沒有用 有人在做才是重點嘛 所以呢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中砂可以這樣子漲 就是有它的原因存在 當時在買的時候 這個位階點上面 這跟大量超空棒出啊 是不是預告的這一檔股票 它要起工啊 所以買點跟賣點啊 我講實在的 各位投資朋友 你們都不缺股票啊 電視機一打開來 每一台都要告訴你 今天什麼股票在漲 今天什麼股票怎麼樣又怎麼樣的 那重點是你缺這個嗎 你不缺啊 你缺的是什麼 缺的是在一個對的時間點上面 去買到對的標的 這個就當然需要有一個專業的人 來給你去做協助啊 所以我說現在 行情回撤都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那你回撤回來 你手上一定要有這一些東西 這個叫做什麼 業績成長股價還在低檔的機會 而且當它有人在買 有資金去做進場佈局的時候 那你的風險可控 你未來自然就會享受那種 那種甜美的果實 所以一定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如果沒有公式方法的 你又不想錯過主身段行情了 廣告時間撥通電話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陳東東部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新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孟成 在11點到11點半 陪大家一起看盤 剛剛跟大家聊 有一些低檔的一些個股 現在都已經開始輪動向上了 包括亞元的部分 這兩天其實表現得相當不錯 包括中砂 昨天也供上亮燈掌聽板 但是 有一些機會點其實就是在這種大盤回檔的時候它會發生 或許它以前是一檔標股 最近開始進行休息了 你休息回來它不是要走空 它反而是怎樣 一個買點 就好像說亞元一樣強勢股回檔買 你的買點是對的風險最小未來的獲利它才會是最大的 所以包括了有一些業績成長股像3207的這個耀盛 這也是一樣啊 你看喔 大盤 行情在做這個修正整理的時候 它已經怎樣 先做一段修正之後回到了月均線之上 那我現在扣底值還要扣底低的位接 那我均線呢 還是一個上揚的走勢啊 那我居然是一條上揚的均線 它自然就是支撐它不是壓力的 那你想想看喔 這一段它在下跌的過程 它是走怎樣 它是走量縮啊 那你原本這一些人買的人 它有沒有離開 沒有嘛 沒有離開的情況下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那包括5410的這個果仲也是一樣喔 你看喔 大盤在做回測的時候有沒有 它這裡一樣啊 走量縮回來啊 對不對 那我量縮回測到月均線的位置點上面 那很好啊 它代表說這裡就是一個震盪洗盤嘛 那大量的資金再買它就供 大量的資金再買它就供 那就代表呢 一樣嘛 原本做這一檔股票的 這些所謂的大部隊 它並沒有離開啊 那沒有離開 你就是掌握買點 強勢股拉回下去切啊 你的買點只要是對的 你的風險控制好了 這個故事一旦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啊 你就坐在那個轎上了 這才叫做一個操盤手 他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嘛 對不對 要控制風險 還要能夠怎樣 維持它的穩定的一個獲利啊 那你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相信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就能夠取得長期穩健的正報酬嘛 那我也認為不只像我剛剛講的 像亞元 要勝或者是國中 或者是中砂 還有呢 有一些族群性 他現在正在慢慢的發酵當中 只是說現在各位投資朋友可能對他 他還沒有感覺 還沒有感覺 但是沒有大漲不代表他不會漲 因為有一些資金 早就已經偷偷在做布局了 那我們從金流的角度來看啊 從一檔股票拉升到兩檔到三檔 後面形成一整個族群 他就會成為台股未來的主流 所以你一定要留意 這個資金的流向 因為他會決定行情的方向 所以我就從過去的案例當中 我跟大家聊過嘛 其實各位投資朋友 要留意的是這一件事情 拜登簽署1.2億美金的 這個基礎建設法案對不對 這個已經是去年年底的事情了嘛 那已經過了一年啊 過了一年之後啊 其實很多的這個建設計畫 已經開始做啟動了 包括他要優化高速網路 包括電動車 甚至電網的部分啊 這一些基礎建設的設施 現在已經開始動了嘛 因為我法案簽完啊 那我法案從原本的簽完 到他開始實施 他需要一些時間嘛對不對 我不可能今天簽了 明天就怎樣 開始動工 沒有那麼快的 美國就算他再怎麼有效率 也沒這麼快嘛 所以經過這一年以來的這種 這個流程 行政流程之後 我相信已經越來越多的廠商 開始怎樣 享受這個甜美的果實了 加上說 哎呦 美國又開始進一步限制 所謂的華為跟中芯等設備 進入到美國市場 所以他現在呢 少了華為少了中芯 那現在的市場要給誰做 我有需求啊 我有需求存在 那我一定要找廠商來做啊 那你只能找誰 他要嘛不是找歐洲的廠商 他又就是來找台灣的廠商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大餅變成 美國 歐洲 台灣 我們大家都吃得到 那我們吃得到 只有中國大陸吃不到啊 那這塊餅那麼大 大家分著吃 其實很飽耶 這樣吃下去也吃醜肉的耶 所以我說為什麼有一些股票 有一些過去可能沒有那麼賺錢的公司 他今年怎樣 股價會飆得很兇 因為人家已經開始在反映 他這個基本面的改變了 那這些基本面 包括4977的重達 為什麼最近在漲 他告訴你營收創新高嘛 對不對 那你營收創新高 它是什麼產業 網通啊對不對 他是光通訊的族群 那光通訊族群裡面 一定有一些標的 是跟他一樣 未來營收會創新高的 那就把他抓出來啊 在他這個新聞還沒有公佈之前 就先做好卡位布局的動作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包括我之前在買神准的時候 就跟大家聊過 因為他的缺 之前的營收沒有暴增 是因為缺料問題營收啊 營收才沒有完全顯現出來啊 可是就算有缺料啦 3558省準有沒有 你看看他的營收成長率 你會怕死 年增率高達一倍 你說這樣子叫做 這個缺料問題 我缺料都已經有辦法 年增一倍了 那如果說他不缺料咧 那不是成長性不是更強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就覺得他很低估啊 這個位接點上面就很便宜啊 但是好的股票你要買他拉回 所以我在買的時候是怎樣 指數跌了116點買進去啊 對不對 大跌的時候你才要買股票啊 他不跌我還不想買 那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你的買點是對的 後面209塊恭喜亮燈漲停班 這樣不就創新高上來了嗎 那你創新高上來之後呢 你漲到228塊錢 乖離太大有沒有 我就叫你不要追 你要強勢股回檔 再買方來去做切入嘛 那同樣的啊 我們今天再來看喔 還有回到月線了對不對 那你回到月均線這裡是怎樣 他走量縮嘛 那我量縮回檔未來會如何 你思考看看啊 那我只是回到 我的股價回到我的月線的支撐 那因為我買的未接夠便宜 我買的太便宜了 我們買的這個地方欸 那你想想看喔 當他在震盪整理的過程 因為我買的夠低 所以我不會怕他震嘛 對不對 他就打不到我的停損 我幹嘛去害怕 我現在還在想說 我要賺多少錢的問題啊 那重點是 他未來的成長動能 都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其實你拉回 還是要去做加碼布局的動作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方 好的股票 你就是要買它回撤的時候 那同樣的 不只是重達 不只是這個省準 包括台銘也是一樣啊 工業用交換機 我說這檔股票很特別 量縮底部型態成型 金流比從原本的300 跳升到100 左轉率也拉升到10% 誰在頭部 是不是有人在低檔一直在收貨 但是你要了解他的股性 這種股票就是 你要買它回撤的時候 你不能買它大漲的時候 很簡單 你一追它一定把你洗掉 越好的股票它越會洗 所以呢 當時我在買它也沒漲啊 對不對 11月30號在買的時候 那我買完之後 當天來到亮燈漲聽板 亮燈漲聽板 我說這個剛開始而已嘛 但是至少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我們買在相對低檔的位階 對不對 那強勢股拉回 一樣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工業用的交換機 大家想都沒想到 但是這一家公司 它已經轉型很多年了嘛 它開始 過去這一段時間 以前可能不賺錢 可是現在呢 開始因為轉型的效益發揮之後 開始賺錢了 那你現在對它不熟 那很正常 因為你們沒有資源可以去研究嘛 可是當你研究它了之後 你就知道說 洪老師為什麼要買這張股票了 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未來 跟你所看到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喔 所以包括有一些個股 像博智啊 博智也是伺服器新品要出貨 包括誰 包括網通的產品 它也要出貨啊 那你這些產品要出貨 是不是會帶動它的營收獲利 開始往上跳 那同樣的啊 這個大量的資金再買 你看到這個喔 你要覺得很興奮啊 一根一根的大量長紅棒 這代表什麼意思 真金白銀在裡面 真的有人下去敲了 那你有人下去敲 他也不會每天買啦 他買了第一筆 他會讓他休息一下 再買第二筆 休息一下 再買第三筆嘛 做股票就這樣啊 我幹嘛每天都一定要敲 所以當我真的錢開始進去砸的時候 代表有人看好這一家公司 代表有人在買這一檔股票 那你回撤咧 量收回檔後面會怎麼樣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方嘛 那同樣包括雨智的部分 這個都已經爆出大量出來了 低檔爆出大量 這三根長紅棒出來 強勢股回檔買啊 那包括這個也是 新通也是啊 這都是相關的網通族群 為什麼他們都同樣一起爆大量 有什麼樣的利多 正在等待他們 這個都是我看到的未來 所以從資金的流向 我預判到未來行情的方向 那這些個股其實講實在的 都是業績成長股價 還在低檔的機會啊 那重點是什麼地方 它才是好的切入時機 該在什麼地方下去布局 這就需要交給專業的人 來給你去做協助 所以你在操作上遇到 不懂的或者是不熟悉的地方 我都歡迎你廣告時間 撥通電話 我們來做一個諮詢的動作 所以現在有一些業績成長股 股價還在低檔的 這個機會你要趁著 這個指數回測的時候 趕快逢低 來去做布局的一個動作 所以一旦錯過這個機會呢 我也沒辦法幫你把時間 再拉回來了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也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